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妞妞的小窝 我是万万 又见面了朋友们 那今天这篇美妆二日记呢 我们继续做新品上妆 加上几个新的口红产品的试色 打造呢是我今天的这一个妆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简单说一下我今天都会用哪些产品啊 第一个是Jowa的叫Perfect Complexion BB Cream 这也是我新买的一个底妆的产品 这个呢我就不给大家做测评了 因为第一个就是没有看到太多的朋友对他感兴趣啊 我只不过就是我自己新买的一个彩妆品 然后给大家在动作上看一下他的感觉 那也不会成为我最爱的一个底妆啊 就是so-so的一个非常一般的一个 ok不好也不坏 没什么特点 但是又不能说他不好 这样的一个底妆 然后呢 Kaja的这一个 叫什么Under Eye Brightener 这个是之前我朋友给我介绍的一个啊 然后斯芙兰一直断货 然后那天我去斯芙兰店里的时候就有这一个 所以我就直接收了一个这一个 然后KKW Beauty的眼影盘啊 这是他的Classic Tool 这样子的 打造成我今天眼睛上的这一个妆容 然后呢 我也会用这一个我新买的Rare Beauty的这个腮红 这个色号呢 是叫什么 Happy 登登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最后呢 我会给大家做几个口红的试色啊 一个是这一个 George Armani的这一个 Leap Power 我刚开始买的 做这一个shopping haul的时候 我用了其中的一个颜色 我就喜欢上了 然后呢 我就看到它官网上有折扣 我就把它所有的浅色的 我能用的裸色我就买了 我很喜欢它的质感 所以从裸色开始啊 所以这是四个 阿玛尼的口红 然后今天上这一对组合呢 是NYX的这一个新出的液体口红 加上我之前买的 Bare Mineral的这一个 呃 就什么 Leap Balm Leap Gloss Leap Balm啊 然后 这个色号呢 是Clarity 然后 这个组合是在我唇上的 整个妆感呢 就是 这样子的 如果大家对这些产品 或者是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了 接下来素颜一张 大家 我把视频呢 稍微的拉近一些啊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上妆 呃 我今天上妆的时间呢 我跟大家说 很夸张 将近12点 我跟大家说 因为我的视频呢 都是提前录的 因为我自己上班 然后现在我们家孩子又放假 又Summer Camp 下令营 这个那个那个 我跟大家说 两个孩子下令营 大家觉得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 不是 因为孩子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完全不一样 一个想要游泳 一个想要soccer 一个想要继续soccer 一个想要继续游泳 一个要画画 一个要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我跟我老公两个就是要 每天要计算出这一个月 这一周 因为这边呢 是按周计算的嘛 然后现在要特殊时期 你要需要体检 不拉不拉的各种事 就是烦死了大家 烦死了 OK 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彩妆品 心情好些 单纯的就是彩妆 我当然说 单纯的去聊彩妆 也没有sponsorship 我也不需要硬推 我就是在聊自己 想要 喜欢 无所谓的事情 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呃 现在这个世界 有什么事情可以随心所欲 很少的 彩妆 在我的世界当中 算一个 OK 废话到这里 大家说 上妆好吗 周化的BB Cream啊 然后呢 这个是周化这个品牌呢 我提过很多次了啊 然后 这个呢 我在我之前的那一个 购物笔记当中 也给大家分享过 呃 所以呢 我就给大家做一个 这一个啊 上妆 那我还有两个底妆品 要给大家评测一下啊 那两个底妆 那个底妆品呢 就是比较 怎么说呢 夯一些 是美国这边比较夯的 在斯福兰卖的品牌啊 然后这是挤出来这种的 然后这是它的质感 那BB Cream呢 都是比较稍微的 有点粘稠感一些啊 不是那么的liquity OK 然后 这是 我的颜色是 210 Natural Natural OK 它的质感呢 跟那一个 我 上个礼拜吧 呃 用的那一个 Predo的很像啊 但是 我自己觉得 这个要更薄一些 可能是我的错觉 呃 Predo那一个 稍微有一点显妆感啊 但是它比Predo要贵一点点啊 在CVS有卖的 我用的是 Eco Tools的 美容蛋 这个美容蛋好就好在 它 不是非常的 怎么说呢 吸收产品 然后我要用的是 之前有朋友 狂推的这一个 Kaja他们家的 Under Eye Brightening 啊 然后Brightening 是什么东西 瓢了已经 Under Eye Brightener 啊 Illuminator Anti 什么 Craise 这样的一个产品 Kaja这个品牌呢 他们家的这一个 眼影我自己蛮喜欢的 然后接下来 我会用另外一个产品 呃 到时候再跟大家聊 那个产品啊 它里面长成这个样子 今天是我第一次用啊 因为我刚刚收到 我怎么感觉我这个视频 没有 聚焦呢 OK 然后 看一下里面的感觉 这是它的 沙头 OK 有一点 Peach Tone的啊 Salmon Peach Tone的 OK 然后我用美容 再压一下 没啥遮瑕力啊 它就是一个 有点像Color Corrector 那种感觉的 但是 没啥corrector 大黑眼带 大眼带 加黑眼圈还在这 我用刷子试一下 很好晕染 很薄 没什么 这瑕力是真的啊 就是一个Britening 我这个眼睛 再来一点 没啥作用感觉 然后我用刷子 压一下 OK 看出来 它有一点 Illuminating的效果 亮泽度是出来了 但是Color Correct OK的 OK的 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这个黑眼带的话 它会 作为一个提亮的会更好一些 然后我就用刚才的这个美容带 带这个粉底 不是粉底了 BB Cream这个 我压一下 因为它没什么遮瑕力啊 然后我就先来一点 OK 那我今天要用的cream的产品呢 大家还记得这个吗 也是Casha他们家的这个小set 然后就是 腮红粉状的 高桩 高桩 高光也是粉状的 然后底下的这一个 Contour的产品 大家有看到 这个呢 是一个高桩的 非常的奇怪 非常的奇怪啊 然后 今天呢 我要给大家就是review一下 这一个 高桩的这一个 太土色了 OK 因为之前呢 我好像在某一个视频当中提到 我忘记是哪一个牌子的 那一个 Bronzer 我说颜色很土色 Oh After School 那个 不是 Touch In Soul 那个品牌 那个三道杠 那个 我之前有 有把它整理出去的时候 我说那个颜色很 很土色 这种的啊 然后正好是在我整理视频当中 有朋友给我留言说 说 哇 那个土色是不是你 就是用的 就不对 不应该把它当成Bronzer 应该当成Contour去用它 然后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土色 当Contour在我脸上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啊 然后我用Elf的这一个Angle Brush 我给大家看一下 OK 大家看到 跟这边相比 土色 是什么色 就是脏 你既不能把它当成阴影 又不能把它当成Bronzer 所以就是挺尴尬的一个颜色啊 在我的这个肤色上边 来打开一下 看到没有 这是脏的颜色 用回我Fanty Beauty的这一个Batter Biscuit Warm一下 我整个的这一个Complexion OK 这个是Neutral tone的 不是土色 不是Earth tone的啊 你可以看到 OK 它有一点点Warm在里边 虽然它是Neutral tone的 但是它不脏 它不会给你那种脏兮兮的感觉 所以 来看一下 OK 这个BB Cream已经开始氧化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来 然后下面是腮红 等等 我又新买了一个Rare Beauty的腮红啊 然后这是Rare Beauty的这一个Happy 那Happy这个颜色呢 大家稍微等我一下 我拿另外两个颜色给大家做一下地比 这是雾面的粉色 粉色裸色 这个是Dewy的状效啊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下个小镜子 抵上去之后呢 然后我用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一个 Real Technic的这一个Stippling Brush 然后我就这样压它 看到这个颜色有多漂亮 你可以看到它是带光感的啊 这个颜色叫Happy OK 你可以看到它这种Dewy的感觉 有看到 这是它的Dewy的感觉 然后我给大家呢 做一个小小的试色啊 这是我刚才用的这个颜色 叫Happy 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 这是Happy这个颜色 Bliss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 是一个怎么说 有点裸粉那种感觉的啊 但是它是一个雾面的 它是在这里 有看到区别吗 朋友 OK Dewy的 雾面的 然后呢 下面这个颜色是Love Burned Orange这种感觉的 这个是雾面的 我把雾面的试到底下 OK 然后呢 这个Coral的 这个颜色呢 叫Joy 这个是Dewy Finish的 就是有光感 有亮泽度的 非常漂亮的一个 颜色 大家看到 OK 那大家说啊 这个好像有点太上色 等一会儿整个的妆 全部都定下来的时候 它就Melt到你的 这个妆感上 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夸张啊 然后呢 高官 我用Rail Beauty的 这一个颜色 叫 Mesmerize Liquid Luminizer 好呢 压一点点上来 然后我用 Smashbox的 这个Stick Pulling刷子 在这里边 然后给它 压 按压 这种 你也可以用手了 但是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刷子啊 懒得用手了 OK大家 眉毛肯定之后呢 我用的是Benefit的这一对组合 一个是我提笔计划当中的这个眉笔 另外一个是他们家的Clear Brow Gel 我自己的OG的Brow Gel 然后是有这个定型作用的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眼妆 没错 又一盘新的眼影啊 这个呢 是KKW Beauty 他们家新出的眼影盘之一 这是它的Classic 2 我之前呢 有买它的Classic 1 也有买它的那一个Original 有买它的那一个叫什么Bloom 还有什么Fire限量的那一盘 这是它后来出的Cool Tone的一盘啊 然后包装呢 非常的Slim 我自己蛮喜欢的包装的 不在乎这个脏调或怎么样的 但是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里面的这一个颜色 OK 最近呢 这种灰色调的 跟这一个 怎么说的 Cool Tone的加Warm Tone的 混到一盘 非常非常的多 大家就想要一盘 你知道多样性的眼影盘 我不想就是买一盘眼影 再吐槽一下那个Patrick Taney一盘啊 没错 我就再吐槽一下 OK 原谅我朋友们 我不想花70美金 只能花一种眼妆 就是Bronze Why 为什么 70美金就一盘 对吧 我再多花点钱 加点钱 我去买个Tomford的 好不好 还Booch一些 是不是 Spludge一下 那 这一个呢 就是也是这种色彩的 那 这边的这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它也是非常的sheer 这种的 其实Cool Tone的 做成这样 其实不太好画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 眼具这个地方 非常窄的 跟我很像的一个朋友 我们没有很大的 这个大眼睛去画 这一个 这个空间去画它 所以像这种颜色 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比较吃亏的 一个颜色 如果它做的 要再Bang一些 Topper 像Mata Sa Dinona那种的 会更好一点点 OK 那 我跟大家说 这边这三个颜色 非常的好看 我给大家简单的试一下 我们简单的试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 我有一点点 打开的 OK 然后这是它的 这个无面 大家有看到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我该怎么说呢 一会我上妆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 这个颜色好好看 好好看 OK 我们就直接来上妆 然后我今天用一下 这个比较 Warm色彤的这一个 因为最近画的都是 苦痛的 全部都是苦痛的 OK 大的这一个眼影刷 我要先沾上 这个颜色 直接来这个颜色 我就不用这个颜色了 我直接要沾上这一个 雾面的颜色 并没有很多的粉 K上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粉压得非常的实啊 然后我把这个颜色呢 扫在我整个眼睛上边 定一下 粘稠的这个感觉 因为我刚才没有定妆粉 定在我眼睛上边啊 而且KKW他们家的眼影 在我的眼睛上 不用眼影打底 也超级持久 OK 然后呢 MAC 不说MAC Sigma的E25 这个刷子 OK 我就要沾上这个颜色 我直接沾上这个颜色啊 然后把扫在我 Chris的位置 大家有看这个颜色 有多漂亮吗 它是Warm色彤了 但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大家 不是很黄 大家没办法我意思 有一些大地色系在里边 有点Bronish感觉在里边 但是它有点红色彤 所以有点黄有点红 所以这个颜色上了眼睛之后 是一个Warm色彤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颜色 跟它这一盘里边 这个金色的高光搭配起来 嗯 漂亮 这边呢 我就直接找一个扁平的刷子啊 我要直接沾上它里边 这个Golden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很好看 直接用刷子就很好上色啊 不用用手 我给大家看看 最近就是很流行这种 Golden Shimmer这种颜色啊 就是有一点Shimmer的感觉 不是 不是那种平面的Metallic 就是它有一点Bling Bling 也是那种的 然后呢 我再用回这个刷子啊 我要沾上这里边的这一个 Bronzy这个颜色 深色啊 Dark Chocolate这个颜色 当成一个这一个 加深 眼尾位置的 就一点点啊 就一点点 就加深 就加深一下就搞定了 我不太想 呃 让它变得非常的深 但是很好看 OK 然后 Real Technic的 这个 Real Pot 我要沾上这个颜色 金属感的 这个颜色 可以 画到下眼线的位置 因为我不想让下眼线这个地方变得很红啊 然后 呃 会显得我们这个黑色的大眼珠子 或者 这种棕色的眼珠子不是很好看啊 显得眼距这个地方很窄 这个就要好很多 要自然很多 OK 我还蛮喜欢这一个的 这个雾面真的是很漂亮 这个颜色雾面真的是很漂亮 如果你喜欢这有一点Warm Reddish大地色系的话 这个颜色超级漂亮 跟金色很搭很搭很搭的 OK 下面呢就是口红的产品 我之前的那一个购物笔记的时候呢 我又给大家分享这一个阿玛尼新出的这个Lip Power Lipstick 我当时买的色号呢是503号 在这里边 然后它的官网不是前两天打折吗 然后我就又新买了三个颜色 大家说完吧 没错 就是在这里 加上这个 我为什么买这三个颜色 就是我想要 再收几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裸色调的口红啊 然后 我今天呢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试色啊 这是它的102号 水滴状的这个 OK 我的妈妈 我的天 如果我今天的眼妆是灰色调的 结果我画了一个 暖色调的 这是它的102号 OK 我给它擦掉 下面这个颜色呢 下面这个颜色呢 是它的103号 这个我已经用过了 这个呢 是这种的 102 103 你可以看到裸色的底色的区别啊 是有很大很大的区别的 选一个适合的裸色 很难找的 我很喜欢这个口红的质感 OK 这个就是我的唇色 但是浅一点的裸色 有一点 就是说 假如说我想要一个很漂亮的裸唇的话 这个就非常漂亮的 OK 然后呢 下面这个我新买的颜色是502号 OK 给大家试一下 把它这里 102 103 502 这个颜色好漂亮 大家去买 质感真的很漂亮 然后还有一个新的液体口红的产品 是Nicks新出的 这个叫Lingerie Actual XL 然后这是一个雾面的 Creamier的 不会拔干你嘴唇 但是有一点雾面装效的 这个样一个液体口红啊 然后我今天会用这个颜色 今天不是我第一次用 但是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我这个颜色叫 Warm Up 我又新买了两个颜色 再来我们家的路上 OK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它往上是说 用手很薄 会变成那种Stain的感觉 但是是雾面的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有多漂亮吗 OK 我今天呢会用一个唇彩 会用一个唇彩提亮了一下了 OK 这个唇彩呢也是新的 但是我 不是我最近新买的 但是我好像没有做过上妆的 就是之前我在我斯富兰折扣的时候 推荐过的这一个啊 不是推荐过了 因为我的愿望清单上这一个 这是Bire Mineral新出的这一个 不是Bire Mineral Bire是什么 Bire Mineral 他们家的Lip Gloss Balm啊 这个色号呢叫Clarity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收这一个 很好看的一个颜色 很特殊的一个颜色 以别人带一点点shamer 但是不会给你那种 就是白不垃圾的那种感觉 但是提亮效果真的很好 OK 大家那我整个妆容呢 就全部完成了 然后呢 底妆呢 你可以看到 开始氧化了 就是比我的这一个脖子 就有点黑的这种感觉啊 就是Jowa的这一个 不算是一个不好的底妆品啊 但是跟我自己喜欢的 细腻度相比的话 稍微差一些 如果我今天用了定妆粉的话 加上定妆粉 Blur一下会更好一些 但是因为我今天用了一些 cream的产品 所以我没有用定妆粉这样子的 然后它是这样的妆效 定妆粉会更好一些 那像我刚才用的这个 Kaja的这一个 这个我当时就之所以 没有把它放到我最爱当中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花这些钱 我只买了它这一个高光 那这个高光在这里边 是很漂亮啊 但是不是一个 就是说惊艳的 就是说OK 这个高光在这里边 非常特殊 我就为了这个高光 我去买这个set 有的时候也 如果我真心喜欢的话 我也不介意 但是它没有达到那种程度 只不过就是这个set 买回来之后 我就觉得就这个高光 是我的菜 OK 那这个呢 Kaja的这个 我需要再试一下 它的brighton的效果 今天没有达到 因为它没什么遮瑕力 我的黑眼圈还在啊 所以这个呢 我跟其他的concealer 然后再给大家分享 这样子的 至于这一个 KKW Beauty这个眼影盘 感谢你的朋友 你可以试一下 但是不是我自己 必备的一盘啊 如果你喜欢这种的 眼影盘的话 我还是非常推荐 你可以去买 Artist Couture的 第一代 Supreme Natural 买那一个 这个质感真的是很漂亮 雾面真的是非常到位啊 然后它又新出了一个眼影盘 之前有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啊 你有没有感兴趣啊 那一盘 如果那一盘能在 Alta买到的话 我会直接在Alta买 我不太想直接去 KKW的官网买东西 好了大家呢 今天的这一个啊 简单的 新品的试色加上妆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呢 希望能够在动作上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产品上妆的感觉 简单的做一个试色 做一个参考而已啊 如果大家觉得得到信息 或者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多多点赞一下 新来的朋友 如果你对美妆 或者对彩妆感兴趣的话 就订阅一下 万万的美妆频道了 我们下篇美妆日期 再见了大家 Bye